随着山土 过去众生 在极苦土 蒙佛光照 其苦修止 而得安息 故云戒得修习 这是佛光 对众生真实的利益 这叫山土极苦之处 极苦是大地 无间地 见到佛光 听到佛好 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去呢 有 越是苦的地方 佛菩萨又不舍弃 他在那个地方念佛 在那个地方放光 只要有一点善心的人 在地狱里头 是不是 良心未免 还有一点善心 他能够感受到 感受到佛光 他听到佛好 业障很重的人 看不见佛光 感受不到 也听不到佛好 完全看个人呢 业障的亲身呢 不一样 不一样啊 所以 大臣经上常讲啊 佛独有缘人 有缘人 换句话说 还有良心的人 还有一点惨愧心的人 好多啊 这种人躲地狱去了 躲无间的去了 还有酒 所以说 借得修喜 他受苦啊 他可以能够终止 无间地狱受苦 是没有间断 他能够终止 往往在终止状况当中 他就能超越 就能离开地狱 因佛本愿愿 阿弥陀佛 法愿将 尽获光明 照出其身 莫不安乐 慈心作善 来生莫不 这个愿好啊 今此 殊胜光业 真是此愿之成就 这个大愿的成就啊 阿弥陀佛 愿愿都兑现了 一个善心的人 有良心的人 不忍心害人的人 甚至受害 不忍心报复别人的人 阿弥陀佛 他纵然 有个悟业 不小心 到地狱 很容易 很容易出来 这种人也不少啊 灵命宗是一念错了 悟度地狱 你也得受一点罪 消一点业 佛菩萨看到 与佛菩萨有感应 所以他离开也快 真正听到阿弥陀佛 听到经典 经典不必听多 一句一记 他要是觉悟了 都能往生了 下面说 经典 命中的邪徒 正是愿文当中 慈心作善 往生极乐之一 由上可见 三途疾苦之众生 见词光顾 上能谢苦 命中往生 固执弥陀愿力 为光射受之力 居不可思 从这些经文当中 主事大德 给我们分析 讲解 很多钟 优优独播剧头 下 Lana